最近有關注老宿者的組織 引測市中心、幾個避寒中心的內部情況 有大量老宿者躺在露營用的摺床上 床與床之間的空間不夠1米 組織認為似乎應該視老宿為緊急狀況 因為會大大增加受傷甚至死亡的機會 希望政府可以增設更多床位 和改善庇護中心的內部情況 如果保持人家就失敗, 請大家多醜一時間